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开盘 直接越过10393的高点 当然盘边上面 看起来好像百花齐放 那么当然昨天入股 没有过季线 先入股往上创波段新高 来到了季线之上 那么00633L 这档股票 我觉得就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要我选择做多 我记得我是在这边讲的 如果你现在要我选择做多 那我会挑上证的股票 下去做多 那么这档股票今天往上再涨 当然回归到台股 如果你在这边看到最强的股票 今天这个族群 升级股 几乎百花齐放 名字叫升级的 今天大概全部都在涨了 那最明显的大概就是这档股票 3205的百元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讲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讲的时候 高档破季线 第一根上来就刚好碰击线 对不对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台股却是从9700点 涨到今天10397点 那是什么意思 从刚刚开始到现在 你几乎可以看到一个状况 当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那么内支啊 针对相对高档的股票 当然就是开始卖嘛 那只要行情 指数还在创新高 他就开始找 哪一些族群 过去三个月完全没行情的 然后开始拉一根两根 那对我来讲 生技族群 NBI指数当然是 连续三天大涨 带动台湾的生技类股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要回头过去想 就像之前我在讲嘛 我说 当你看到饭店类股 当你看到餐饮类股 当你看到游戏类股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股票行情过了 你只要买在高点 基本上他一路盘跌 你会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看这个行情 其实就我的解读啦 就我的解读 过去一段时间 很热的股票你只要一追啊 这种突破点你一追 立刻套牢 所以高档在盘头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今天手上的空单 手上的空单 4903的灵光通啊 你看 这边就跳下来了 今天破底 51块6毛钱 对不对 那我讲过了 公司没赚钱回归基本面 五字头我都还嫌贵 不是吗 但是台股在这个位置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走资金类股轮动 其实我常常讲 那为什么这波台股 没有办法 成交量连续扩大到 1100亿到1300亿 原因很简单 强势的股票 变得太强了 就好像我说 2330台积电 这波强到炸 很多人看着台积电 旺谷星探 为什么 你光这两个月的走势啊 如果你不看价格 你看角度 这个比小标股还标 对不对 很多小标股标过之后 就高档见了 然后就下来了 反而台积电变更标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指数今天创新高的时候 如果你的股价 你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多单 未来股价会破底 那么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你没买的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一买 就像我刚刚举例嘛 像文帽 哇 这么好 创新高 形态很强 所有人都爱买 那请问为什么 这波台股创新高的时候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些高价股 我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一件事情 你只要热过头的 就容易让你套 对不对 我之前也讲过帽连嘛 不是吗 Tesla股价创新高 或者是之前 我看到这档股票也是啊 在这边有人再跟你讲玉日车 这么久没有人讲的股票 居然在联线节目讲 对不对 股价也从100 200 200块钱开始起涨 涨到332 涨到三字头才可以跟你介绍 结果呢马上就套 所以股股的轮动 在这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它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这样的行情啊 如果你是短线高手 就像你早上今天看到 升级股股有量了 开始去追 你追对了 大概盘中就可以嘎半根掌停板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像之前 你去追 有些族群啊 有些族群 那么在相对高档的时候 你去追 其实风险在哪里 风险在于说 当整个行情放量的时候 你追错位置了 后面你会很难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然走到这边呢 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人 去问一个问题 徐老师 台股现在 目前预估成交量的1044亿 指数还在创新高 那能不能追股票 空单要不要紧 那我讲过了 只要你空对股票 基本上 你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它本来就是要开始走弱 反而是趁着高涨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上套牢的股票 趁它拉高 风高出脱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行情 创新高 对我来讲 我只是要你去想一件事情而已 当指数创新高 你今天追的股票 未来股价 未来股价 会不会破底 所以上跪指数 之前在反弹的时候 我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现在反弹的过程 基本上呢 它只是在盘一个右肩的逃命 这个右肩的逃命要盘多久 不可否认 今天资金轮动的速度 已经从高档的股票 已经从高档的股票 轮动到位置低的股票 那位置低的股票 你去追的时候 请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是看好它整个大波段 涨三成五成一倍 还是你今天买了 就想走 或者是明天走 如果这种心态越来越浓厚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行情会走不远 会走不远 因为在这边右肩盘头的时候 必须让盘面看起来 非常非常的热闹 尤其是上柜的股票 那上柜的股票 你去看 你就把过去三个礼拜的新闻 给打开来看就好 从之前 你看到饭店类股 中小型股嘛 对不对 游戏类股 到后面呢 到后面你发现说 最近又流行到什么 生计股 然后呢 你一个族群一个族群 下去看他们的指标股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轮动的速度就光这一个月 你如果每一次热门族群就去追 热门族群就去追 那么你会 套牢四档到五档以上的股票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虽然指数创新高 但是上柜的股票在拉逃命 从我刚刚验证嘛 连光通今天破底 过去三个月没有涨的生计股 今天大涨 对不对 所以当指数再滚量的时候 再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留意的是 你今天的操作心态 你今天的操作心态 是指极短线 还是看波段 我放空是看波段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过去 清明节变盘的时候 第一次拉回来 那时候跌什么 跌高档转弱股 中继再跌股 对不对 所以3205的百言 大家记不记得 我那时候提醒过大家 如果你套在130 今天即使它涨停板 你都很痛苦 因为在昨天之前 台股都还在创新高 你的股票都还趴在地板 那反过头来讲 打底这么久 今天第一天反弹 就开始出量 出量不打紧 如果季线在下弯 又过不去 那就变成另外一波 标准的卖点 不是吗 之前百言 曾经在这边转强过 也只反弹到这里而已 对不对 破季线你不走 后面跌到80几 那这边更惨 每逢季线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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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一次来到季线 你都觉得它直稳了 你都觉得它转强了 后面又刷下来 不是吗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 现在这个行情 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做多 请你的心态要很短线 因为一旦你套在高档 后面股票一旦破底 你会看到这件事情 指数创新高 个股再破底 至于你要放用什么样的标的 休息一下之后 我再来告诉你 光学族群 今天很精彩喔 有些股票已经开始正式宣告 反弹结束 休息一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回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永远值得托付 永远值得托付 0-309-0909 0-5409 永远值得托付 破線爆量就是逃命 我舉個例子 這檔股票應該兩個禮拜沒有人講他了 他叫大宇之 那之前他最熱的時候是在這裡 暑假概念股 那一檔股票從123塊錢 跳到264塊錢 每個人都在講 尤其是這天 那講完之後 所有的周小型股大概都一樣 當所有的媒體集中報導的時候 就是見高點 264摔到今天173 你買到這裡的兩行列 因為台股今天越過10393的高點 你在想你的股票 什麼時候可以解套 當然 遊戲類股 我相信很多人 在那一陣子 你有去追 那你想起我的話 揪心了 對不對 破線了你不走 短套 變長套 長套變長頭 不是嗎 所有的股價循環都一樣 今天生技類股反彈 你期望買在這一根 可是不是每一檔股票都可以這樣子走 你懂我意思嗎 最強的 當然最後才跌 所以之前我在講 高檔一旦轉落的 中小型股 請你自己小心 統心啊 看 233塊掉下來 為什麼掉下來 如果你是內資 你這一檔股票賺飽飽 今天呢 跑去買什麼 跑去買這些低檔轉強的股票不是剛好嗎 對不對 資金要轉換 今天一定一堆人告訴你 生技股低檔轉強第一根 這種話我聽多了 之前 飯店類股低檔轉強還是第一根啊 遊戲類股 哇 大宇之的人噴到200塊 跟你講 低檔轉強第一根的遊戲類股還有什麼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一個族群如果在台北股市裡面 連續兩到三個禮拜都被播報 那個行情大概就結束了 TPK 那時候我空104 我告訴你 小心啊 雖然我補了 但是我告訴你 你要特別留意後面的走勢 今天大家都買生技股 TPK的反彈 什麼時候結束 你看這個量就知道了 反彈小量一旦爆量 他就變成第二個空點 所以我在等啊 我在等 所以我們這一波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買股票你要想的是 你是極短線操作 還是要大波段操作 來到1萬點 10393都過了 你告訴我這邊有一個大波段 那未來你大概是預估 行情是走到15000點 2萬點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 你的心態永遠都偏短 你想要今天短明天短 盤中短 什麼都是短 那誰再賣給你 你想賺快錢 那誰要讓你賺 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空連光通 我說操作請回到基本面 本益比太高 或者是根本沒賺錢的 你自己小心 58塊7毛錢 今天台股創波段新高 有這一檔股票的 應該是覺得很汗顏 當初這麼強 為什麼回過頭來看這麼弱 原因在哪裡 基本面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早盤 它創新低合不合理 我覺得很合理啊 為什麼 因為公司沒賺錢嘛 這一段看起來這麼飄悍 你看 季線手穩衝上去 你一定坐在這裡 因為你之前想 哇季線有反壓 我不敢 站上季線再衝 我敢了 它有標股的協同 對不對 有標股的協同 也有標股的協同 從68塊錢摔下來 直接破50 所以放空是不是對的 放空它是對的嘛 對不對 放空它是對的嘛 不是嗎 所以這陣子當然很多人來找我 那手上的股票或多或少 套 小套也好 大套也好 都只是問一個問題而已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少賠一點 我可以再相對高漲出一下 好啦 那如果你心中也有這些疑問 現在台股來到10393之上了 對不對 你手上的股票解套沒 如果沒有 那只證明一件事情 你的股票已經被棄養了 在這個行情裡面 台股今天連生技股 過去大半年沒有行情的股票 都已經開始漲了 那你的股票還沒解套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相對高檔 不是嗎 今天拉的這些股票 人家是過去跌半年了 那你的股票是未來要跌半年的股票嗎 如果是 那請你自己保重 因為在這個行情 我說過了 指數創新高去講空 很多的投資朋友會不置可否 對或許你空年光 都今天創新跌 但是也有很多股票創新高啊 那我說過了 如果只是追求極短線 你會看到我測標 大概兩天就換一檔股票 兩天換一支 為什麼 光盤面輪動的順序 我如果真的要帶你每天去追 我兩天就得換一檔 因為兩天就一個強勢族群 而且越來越密集 但是我不想那樣做 我想告訴你 操作多單跟操作空單一樣 通通都是波段的概念 所以這一陣子光學股 你要特別留意 今天台股創新高 我只問一個問題而已 玉金光有沒有創370塊錢的高點 很明顯嗎 並沒有 對不對 那既然沒有 這種季線群循這麼久 這些量都過不去 那唯有往下修正本益比 才能夠有更大的談生空間 所以當季線附近走不動的時候 你要特別留意喔 你要特別留意喔 所以玉金光我的看法是 公司今年應該會賺錢 但是我認為他該修正本益比的 因為以相對位置來看 如果我是一個操盤手 我有實際的在進出股票 我今天要轉換持股 我一定先賣這一種 然後去買什麼 去買百元啊 過去半年跌到翻的股票 對不對 為什麼 市場就是這樣子 當你不敢去買最強的時候 他就表示 大部位資金的人 手腳比你更快 但是他們轉換持股 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當你買股票買到說 這麼多利多都漲不動 這麼多利多在相對高檔 又破季線 那你要更小心 因為資金會轉換到 低檔轉強的 就像你們喜歡的嘛 過去打了兩個月的底 台股都漲兩個月了 他還打兩個月的底 今天才第一根 聽得懂嗎 所以光學族群自己小心喔 自己小心喔 我之前在空先進光啊 對不對 空下去台股創新高 股價在破底 很多人傻眼 為什麼會三根跌停板 隔一天才第四根 反彈上的我帶你找賣點 我帶你找空點 對不對 58塊7 下來我就補 第三趟我告訴你我再空 後面又破底 對不對 所以3362的先進光 這兩天大放利多 看起來像站上際線 但是就我所知 如果這麼多的利多 都沒有辦法拉漲停板 鎖得好好的 那你要特別的小心 特別的小心 所以光學股你看 今天又沒有人講了 對不對 那你要留意喔 有些已經確認高檔轉落的 爆過大量的準備破線的 這個是很好放空的標的 現在大家都買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生計股 就像過去大家在買 這個位置的什麼 餐飲類股 遊戲類股 你想去追第一根的 你會買這種股票 你不會去買這種位置的股票 那反推 假設有人獲利了結出場 轉換持股 那個賣壓就非常的重 所以今天的萬點 對你來講是一個危機還是轉機 由你自己決定 但是有一個定論不變 你的股票在相對高檔已經破線的 那就是好的放空標的 所以請跟著我們一起 尋找波段下跌的股票 鎖定放空 大賺價差 萬點高空路等著你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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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